HELLO 帶您看是肩負我國軍用民用航空製造 重任的漢翔公司 今天在臺中殺戮場大跳電 場內的生產線一度都停擺了 那麼就在半小時之後才恢復正常 臺電經過清查之後初步判斷 應該是附近的私人土地 僱用是看到是看到私人物主 是僱用挖土機 疑似是挖斷了線路才闖了火 舞台湧英高教機成大燕隊 行從總統府正上方畫過天際 為國慶大典揭開序幕 機身藍白紅塗裝機尾描繪老鷹展翅 帥氣度爆表的湧英高教機 正式由漢翔公司一手打造 肩負國機國造中任的產線 卻在十七號上午八點五十三分左右 經船跳電半小時 導致場內生產線一度停擺 台電人員來到位在台中清水海峰裡的私人土地稽查 因為跳電當時私人雇用的挖土機 正在進行整地工作 疑似不生碰觸到高架電線才會釀貨 好在經搶修半小時內就回復供電 這起跳電事故雖然並非台電設備 問題所致 但造成的損失 漢翔公司以及永豐魚公司 目前都還在彙整 後續將向台電協商相關賠償事宜 接著訊息給李永豐 台中報導